欢迎大家收看萝卜厨房 历史上 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是使用的猪油 一直都相安无事 人人都很健康 唯一的疾病就是营养不良和战争 或者自然灾害 中国人开始抛弃传统 接受吸血科学了 就把祖先的优良传统都抛弃了 比如说猪油 采用各种更健康的植物油或转基因油 结果现在的心脏病 反倒成为了第一大杀手 为什么以前使用猪油的时候 大家都很健康 买猪肉的时候 如果给的肥肉少一点 还会跟徒步急了眼 现在人人都是瘦猪肉 不吃肥肉 反而心脏病发病率还大幅上升呢 其中必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 于是我就专门查了查猪油的用途 发现猪油简直就是个宝贝 首先猪油的性质是肝 微寒 独毒 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解毒 现在不是总是担心 黑心商户在食物中添加了硫磺吗 不怕 多吃猪油就行了 猪油的第二个功能是解五种胆疾 黄胆 骨胆 酒胆 黑胆 女老胆 还有这几种胆疾带来的水肿 这五种胆疾其中就包括了现代的癌症 所以癌症水肿用猪油也是可以化解的 因为猪油能够立肠胃通小便 立血脉 散素血 比如说小便不通 现在科学的做法就是要插尿管 科学是科学 但是病人的尊严和隐私都随着下水道排走了 中医的做法就是用猪肥肉一斤 水二升 歼三肺 引之利通 大家在急呼呼的上医院听小护士给插尿管之前 不妨先试试这个办法 总之 猪油是一个好东西 祖宗之讯不可丢 西方科技发达 但医学远落后于我们 看看平均寿命就会知道 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习惯好方法都在慢慢的消失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关注订阅我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